全球石油市场波动或平稳 很多时候都是取决于几个关键石油出产国的决策 眼看石油价格久久无法提振 而国家预算也因为收入瑞减而一直渐红 债台高筑 油盟是三个成员国与非油盟成员国 经过整整一年的协商之后 星期六终于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会议上 达成2001年以来的第一份石油协议 减产半年扶持有势 也为政府财政止血 根据协议所有非油盟成员国已经同意 每日减产55万8000桶的原油 再加上油盟的减产量 油市往后每天将减少180万桶的原油供应 占了整个石油市场的2%产量 油盟认为这将加速全球石油市场回归稳定的速度 所有利益单位皆大欢喜 其实早在上个星期油盟和俄罗斯已经打成共识 从明年开始每日减产120万桶 而老大沙蒂阿拉伯更是点头 每日减产48万桶左右 现在更放话 往后可能依据市场的波动 进一步减产 其实早在2001年 双方也曾经达至减产协议 不过俄罗斯却没有遵守承诺 导致协议沦为废纸一张 因此为了不要重蹈覆辙 当局也成立了一个由三个油盟 以及两个非油盟国家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 确保万无一失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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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